港医官政府担对到 同意港医市新的企业提出的条件 包括港医官民使用企业的企划费用 要对现在的6,000 户 要求港医比较港医市民的4,000 户 对此港医市政府在博物 由市长民会亲自市民来 找开的记者会回应 据到这个部分是可以参与的 不过必须要有配合出息 就是市长民会也据到 港医市政府担对的换位民众的企业 第三次港医官担对的市府 来开出企划 使用新会众党的发展 港医市政府都会企划行政 不定义也有帮助来帮 行政受胜的关系 我们诚意协商 希望能够将心理心 这是我们一路走来的 变的套路 担对港医市为在最上向的会众党 上市当市匠来输中 只要免费亲上会党 这开出的公司 实际上不是政典奥道 是抗议公司 这将对管政后要求 所有管民输用 非众党的会访 对官方的6千 更为比较家企市民收费的4千块 对处企划回应 这有胸牛的空间 我想我们有做任何的预设立场 其实这些部分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相关完整的配套 文明会表示 会法庭的使用 比较家企管民降百分之五十四 家企市市占百分之三十六 但会法庭对运作到现在 所有支出都是 家企市民的水平来交约 政府认为 如果要管市民收费一地 管府应该以比例来负担会用 另外 将对管府提出 管市政府应该共同正出的会众党 任何道路的改善工程 文明会共同 在98年时提出的婚家人 施命很苦的这个个项 我们当时被管府无同意 任何管府提出要求 最后是选择相方有共识 不过文明会为方一件 要批评管府 应该将要合作的利用 当作是相方的共识 家义县政府把协商当作共识 这根本就是县市政府 这是非常不道理 事实上 99年的完工的家义是行会法庭 因为管市政府在会会金 保分超不好 所以到现在不正式来开用 不过市府讲到 该市政府会众党的设立一次合法 所以台队是打准的 就算说未来跟管政府开发堂 要继续来寻用 要让民众的管理来修讯 我想无论如何 我们依法该做的 我们已经尽到尽我们本分 尽我们能力 尽我们的诚意 去做该做的事情 但是如果到最后 民众如果必要使用的 到最后如果因为 外力相干不应该有的一个外力 我们一定会捍卫民众的权益 当民众必要用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让每一位 需要用的民众都能够使用 如果政府把单出来 走行政诉讼 那是逼不得已的做法 我们只好走行政诉讼 经过了解 市府一年提供500万的回馈金 给管府 但管府共同在 占据到最上限的回馈部分 所以管府和管理会 联合提出 市府应该占据中部 向回馈的估计 以及最上限和中部 总共八川的传民 苏用哪个塔顶民众设施 应该減免 或是收回比较加义气的市民 但这两点 该市政府 并没有真免回应 这些新闻单开会 抗条红加义气 蔡宏博德